《圣经教训提高道德》 但从美国这个科技发达, 但道德却是低落的国家来看, 调查显示每一个月肯公立学校, 大约一共发生52万5千次攻击, 勒索和抢劫。 每一年共有300万件犯案, 是在学校或在学校附近发生的。 也就是说每日发生大约16000件, 每日大约有135000名的学童带枪上学。 20%的学生攜帶某一类型的武器, 百分之一的学生因为害怕被打伤或威胁, 而不敢上洗手间。 一千多年来, 《圣经》支撑了西方文明的道德规范。 今日, 当美国渐渐不再重视《圣经》, 当《圣经》从公立学校系统里被排擠出来, 当《圣经》受到社会显达明流的诋毁, 嘲弄的时候, 这样的道德问题将会越来越严重。 因为没有圣经就没有道德规范的存在。 唯有圣经被世人所能知晓的最严格道德规范。 如果没有圣经, 我们将无从知道耶稣道德的完善。 我们也无法获得这个最精致的道德规范。 结果, 人类的道德就会沦为 各人任意而行的境况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